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說一則新聞 大家都知道關於COSPLAY 同仁的RG展覽 在九龍灣九展舉行 但這屆應該是最後一屆 因為牆壁好像不糟了 之後怎麼搞呢?不知道 對於同仁界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重大的新聞 如果大家知道下屆RG在哪裡搞 可以留言告訴我 在RG 大家知道有很多COSPLAY 也不算 通常穿得很性感的雷雷 COSPLAY 也不需要我講 你自己玩COSPLAY 也知道圈子有多污煙瘴氣 這就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我們主要要講今天的主角 就是FUFU 提起FUFU這個COSPLAY 也應該有很長的歷史 我想也有十年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也經歷了很多新聞 當然性感 賣肉這些就不需要多說 主要我最記得就是 相信大家記得就是他在不知幾年前 在這個不知什麼 細胞二簡一的時候 好像是 然後那時候 大家記得史家軍 還未適微 還有一個史家軍的所謂負責罵人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個叫子綠尼瑪的物體 藉著這個中立的踏場 其實基本上暗地裡是幫了史家軍 後來被慕容揭發之後就收皮 整個channel也不見了 但這件事 其中一個主角就是FUFU 當時跟另一個YoutuberSigma 展開了一個激烈的抗變 最後猜不到Sigma那麼好抽 當年有呂布之稱 成功收起了這個紫綠尼瑪皮 這個夫婦也不夠玩 那時候史家軍事件竟然射運 總之過了幾年後 想不到這個夫婦也算不算彈起 因為他也沒有收皮 然後好像參加了一個所謂的偶像女團 其實我不知道他的團是誰打誰的 我常分不清Dia、Gracy是誰的 即是哪個團的意思是 總之現在這個夫婦 雖然我相信他也有一定的年紀 不是串 事實 因為剛才已經說出道出了很久 你聽他的新聞很多 總之現在他還是在這個獨藍界的圈子 也有一定的名氣 很受歡迎 當然RG 他們這個界別的CAP水活動不可能放過 通常他們賣些什麼呢 賣寫真 賣拍照 即是那些服務 多數都應該是賣寫真的 我相信 我其實有說過 有看到直播也知道 雖然我那個年代很流行寫真 但多數都流行日本女爵 例如很多 酒井、法子、後藤、珍稀等 但我當時都不明白 其實買寫真有什麼用 但當時電腦都沒有那麼發達 何況現在電腦可以隨時上網上載 要看圖 那你拿寫真有什麼用呢 其實買寫真主要是支持明星 都是為了支持他 因為學我說 學我說 如果你要看圖 你上網看都可以 為什麼要買寫真呢 你不要跟我說 今天拿上手好像有實體的壓屎 看漫畫 我看劇情而已 無論我拿上手看 和我上網看 其實沒有分別的 繼續說回這件 但今天不是要說這些 重點就是 今次這個夫婦有一個特殊的服務 當然不是大家想的性方面的服務 其實我不知算不算性的 你說算也可以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 買相 即是所謂的買相服務 他有一個RG獎刮券 即是說 你可以買一個服務 讓他掛一巴 網上有些影片 即是他自己的Instagram也有 如果大家想看 可以去他的Instagram影片看 或者連登也應該有的 總之就是會被他掛一巴 很多人都很驚訝 你看連登有個帖說 為什麼要這麼賤呢 為什麼這麼M底 即是給別人打他 畫面其實就不太好看 先不要說什麼男女平等 即是你一個男人 就算是一個女仔 你這樣被人打掛 畫面也不漂亮 當然他自願的 我看看紀錄 其實好像不是三塊錢 好像說是要給1500元 買他的射真 那射真就要送一個掌刮券 1500元 這射真也蠻好賺 我看到有點驚訝 1500元 這射真 當年周秀娜 都好像是百多元 當年娜姐出射真 1500元 當然 你說我掌刮券值多少錢呢 這個真是見仁見智 海鮮價 你說你給我 你打我 你應該給我錢 或者我給你錢 打我 神經病 這個價錢 我真是不知怎麼說 你說被你的女神打 老實說 正常人是不會有這個心理 當然 當然 有些某部分有些變態 其實變態這個字本身沒有貶義 態度是有點變化 有點奇怪 算了 我不兜了 我跟你們說 這其實是甚麼 令我想起一件事就是SM 其實根本被人蓋這些就是SM 即是M底的所謂 真的沒有貶義 M底的意思就是SM裡面的M 你蓋人家有沒有S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很老實說 在他的角度有錢收給我都蓋 你一千元蓋你一包 你給我一千元 我老是蓋多 我送多一包給你 你問我 這件事是不好看的 加上你也知道 這個人其實都比較傳統 很多三官來說 都是比較傳統 或者你可以叫做正常 就這樣看 就一定是覺得面戚不雅 客觀來說 其實這些掌掌服務 其實在日本也有 很出名 日本有個酒吧或餐廳 專門是蓋客人 其實現在也不只一間 一開始好像是 我不知道是美國還是日本 我忘記了 我最初是為甚麼會記得 因為其中打街霸 有一個很出名 叫Jastin Wong 大家也記得 和Let's go Jattin Evil moment 37 Jattin 其中我平常也有看 他的直播 或者精華 其實他也有去過 餐廳被人蓋 在那裡的文化 我覺得沒甚麼 大家都當作玩 現在日本有些拉麵店 其實都有掌掌服務 即是 擺明是銷售的 客人叫了食物後 店員會蓋你 你不如蓋好 客人很享受 但是 我想說 就算這個普及 也不代表正常 始終這些很明顯 就是SM的M底 始終 我覺得這些在公開場合 做就不太好 加上RG 是一個同人展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去推廣動漫 或者其他 玩Cosplay 因為其實真的 有些人是想Cosplay 不是想搞一些 又色情 又賣弄其他東西 我覺得 Cosplay的圈 其實都已經夠烏煙瘴氣 老實說 現在要搞這些東西 我覺得會大壞 弄壞了其他 真的想Cosplay的人 純粹想Cosplay的人 我覺得 不太好 我覺得 你私底下 在Café製造 我覺得沒甚麼問題 如果你在女僕Café製造 其實 問題不大 因為 老實說 你去得女僕Café 你都知道 他們的文化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些 奇奇怪怪的東西 普遍都是接受的 加上他們 在他們自己的地方 做沒問題 但說真的 如果來到RG 其他有參展RG 或者有去的朋友 你們覺得 在RG 都算是一個大型的場合 這樣做 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給錢掌掌掌服務 雖然我個人不太接受 但我始終覺得 在一個比較尊重 專門的場合 其實都問題不大 但我覺得 在RG 這樣做 就很有問題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1500元 買一本寫真被人掌握 其實沒甚麼說 有些人說 賣相的女人 是Dude 那些 我就不予置評 但其實 在經濟學來說 他真的有這個需求 你就吹不上 他就能生存 證明這個市場 真的有些人 喜歡給錢買相片 買影片 說真的 那個價錢 你都是我來打丁 老實說 你看你怎麼那麼臭 你看那些鹹相 我來做甚麼 我來欣賞 你去買日本 你去買日本 不要玩 這些 大家說白一點 你老實說 你去那些 七八八會員 你老實說 你不是來打丁 那你來做甚麼 我想問你 我是欣賞的 你老實說 你不舉 除非 你認自己是太監 不加賊 是不是 神經病 我真的不想 假裝了 假裝了中立成十分鐘 我也受不了 真的 但我還是要說一句 如果你在café做這些 是沒問題的 但我在RG的公共場合 真是四個字 免斥不瓦 無論是參與者 還是蓋人 這個就是我的屁家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留言 我們下次見 BYE